欢迎加入今天的focus国际话题 我是游浩婷 美国的选民即将做出抉择 这是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决战时刻 川普的支持者相信川普绝对会当选 那么同一时间川普也加强空战 在社群平台X 抨击奥运金牌拳后克力福 就是个男人 没选最后倒数阶段 川普团队狂打空战 进学广告在X平台上多连发 除了继续打经济牌 临近关头川普还加入性别牌 周日释出的广告中出现国际熟悉的 奥运金牌得主 曾教川普质疑性别的阿尔及利亚 女拳击兽克力福竟出现在广告中 旁白更直接表明克力福是个男人 同一时间川普前往民主党重政 维吉尼亚州造势 助攻经济向选民喊话 选前黄金周川粉也没闲着 周六在亚利桑那举办汽车游行 现场不仅飘扬川普旗帜 还有各式竞选小物 对于川普再度较逐白宫大位 川粉可是抱有极高信仰 CNN实地采访造势活动中的川粉 他们坚信假如川普输了 代表选举被操控 甚至有不少人表态 一旦川普败选将不惜代价 出征颠覆选举结果 当中还有很多川粉网红和异见领袖 愿意扛上好州大旗 这个地方过去被认为是川普 也就是他所属的共和党的大票仓 爱荷华州最新民调翻盘了 是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小英川普三个百分点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从华府这场游行来看起 看看支持群众的诉求 抖大的抗议部条写着反堕胎标语 周六美国年度女性大游行登场 成千上万的妇女涌上街头高喊口号 从华府自由广场走到白宫 争取堕胎权并力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 反堕胎人士同样现身游行 举着巨大十字架拿麦克风 飙骂示威者 民主党支持者既有女权议题再吸票 选前最后周末 贺锦丽还蒙烈抨击众议院议长强身的经济政策 众议院议长强身曾说 共和党人可能小减政府对半导体制造业补贴 这席话被贺锦丽批评不受欢迎 反倒强调重视制造业才能提高国家竞争力 没选倒数三天 两党候选人力拼摇摆州选情 没想到共和党票仓爱荷华州竟然悄悄翻盘 贺锦丽以47%的支持率小胜川普三个百分点 但川普阵营并不以为意还怒批民调愚蠢 选情扑朔迷离 贺锦丽还惊喜现身节目周六夜现场 把握最后机会冲刺 TBS新闻综合报道 女权是需要受到保护的 那么更多的这个选民是认同候选人的证件 我们等你来看到这是好莱坞明星 黑寡妇她出现在美国宾州 我们的特派记者彭桂云 钟颖伦采访到她 来看看她心之所想 TVBS带给你美国大选的第一手观察 那么现在在美国当地时间距离投开票日只剩下两天的时间了 所以在这个最后冲刺切断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来到的地方是民主党在披斯堡的竞选办公室 这里呢他们打出了明星牌 请来的知名女演员Scarla Johansson 来为支持者加油打起 我们来说我们相信女性的材质是值得保护的 我们来说我们相信健康医生不是一个厉害 而是一个基本的人的材质 我们相信在美国我们的努力人员是努力的人 必须有机会的选择 and we know that all of us that we know that the the heart of this country is stronger than the people in the politics that divide us we all here have proven that when we stand together we can help this country live up to its greatest ideals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s worth fighting for given to people in Taiwan the audience in Taiwan are really watching this I mean my friends internationally are all very concerned with what happens with the outcome in the election here 因為它會影響世界全世界 所以我感覺到台灣的朋友 朋友在台灣 朋友在世界全世界 好可以看到Scarlett Johansson 她剛好特別提到說 在這一次美國大選裡面 像是醫療保險 社會福利的支出 還有像是女權等議題 是她比較關心的 而她也呼籲說在現場的支持者 可以更積極的把握最後關頭 呼籲自己的親朋好友出門投票 那事實上呢 我們在民主黨的競選辦公室裡頭 也有發現說 他們不但把握最後時間訓練之功 那也擺放很多這個競選的文宣小物 像比方說這個就是賀錦麗的扇子 那麼現在呢 還有像這種全國性的貼紙 這個是比較全美國都通用的 另外還有就是 這個是比較屬於地區性的 就是Peacebird for Kamala Harris 希望說皮斯堡人能夠力挺賀錦麗 那希望能夠用這樣子的競選文宣 還有比較貼心的小物 可以來激勵中間選民出門投票 以上就是TVBS 美選特派記者 彭惠雲 周隱倫 在皮斯堡發回的採訪報導 已經連續好多天了 惠雲以及隱倫 帶來第一手的報導 那麼接下來 我們要再看看賓州 這個地方呢被封為美選章魚哥 小鎮的名字叫做伊利 其實過去四次的美國大選 都是神准預言的 當然也出現了大咖的助選員 這是美國前總統柯林頓 TVBS帶給您在美國大選的第一手觀察 我們的採訪團隊現在來到的地方 是在美國賓州伊利 那這裡呢就是過去被稱為 美國大選章魚哥的地方 因為在這裡的開票結果 有很多次都準確了預測 到底是哪一黨能夠入主白宮 所以現在呢我們看到 在民主黨的造勢場合上 他們請出的是大佬 也就是前總統柯林頓 要來這裡推銷的是 賀錦麗的經濟政策 一開口就先稱讚賀錦麗 展現總統風範 美國前總統柯林頓 在選前最後關鍵時刻出動 來到搖擺州賓州的重要小鎮伊利 批評川普若回鍋 美國人的生活會更苦 他的想法幫助你 在財政策的價錢 是要加4,000元 每年的家人都會賣 所有這些財政策 現在鮮少公開站台的柯林頓 對於民主黨的選民來說 還是有很大魅力 甚至還有死忠支持者 拿著柯林頓1992年 和高爾大黨選總統時的標語 來力聽 這個在上面 是Hillary Clinton 這個在上面 這個在上面 是Al Gore 這個在Tipper Gore 是Al Gore的妻子 然後在上面 是Bill Clinton 伊利的民主黨支持者很熱情 但是也很焦慮 認為這次女性族群的選票 會是決勝負關鍵 另外也有人批評川普 利益至上 不會真心支持台灣 最重要的是 台灣人必須知道 你不能相信川普 川普 川普會承諾 這就是台灣人 他會承諾台灣 如果他有利益 投票倒數計時 兩黨猛攻經濟 女權等議題 就希望能說服 還沒有下定決心的 中間選民 TVBS新聞 彭浩宇 周永倫 在美國賓州 伊利的採訪報導 其實關注這次的美選 看到了台灣的選舉文化 輸出到美國 特別是在賓州費城近郊 出現動算 也就是台語當選的助選標語 當地的美籍台灣人 槍門敗票 積極的替賀錦麗 拉台選情 星期六中午 賀錦麗義工陸續來報導 除了費城本地人 還有從紐約 紐澤西 德拉瓦和華府來的 在選前最後一個週末 到一級戰區賓州 敲門敗票 亞太裔不缺席 要投票也要出力 代理勞工部長蘇維斯 為亞太裔的選前衝刺 揭開序幕 你們想知道 有幾個門口 在巴西巴西嗎 對 你們想知道 53,000 兩人一組 帶著手機和文宣資料 出發拜票 手機應用程式 鎖定的是立場 偏民主黨的選民 提醒他們要擬定投票計畫 更要記得投票 任何可能把票投給賀錦麗的 都要催出來 美國總統大選 台美人不缺席 支持賀錦麗的台美人 選前最後一個週末 穿上了動算T-shirt 在賓州 逐戶敲門敗票 台美人挺賀錦麗的共同主席 這三天都會再廢城 他說這次選舉 台美人比過去更積極參與 因為他們知道自己的一票 可能帶來改變 我們有參與 我們絕對賀錦麗的 我們在西方的參與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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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西方的參與參與參與 我們在西方的參與參與參與 我們有些人在西方的參與參與 我們在西方的參與參與 我們必須站起來 我們必須去參與參與 我們必須去參與參與 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分析 走完一個社區 回到集合地 休息一下 帶著文宣品再出發 選舉還沒結束 他們也不能停 TVBN新聞 黃松普 寧嘉輝 在賓州的採訪報導 每一票都是關鍵 也帶你來看 其實華裔美國人 佔全美國總人口的百分之1.5 相當少 賀錦麗這回 為了要批評川普 煽動仇視華裔的這樣的言論 所以她選擇 投書當地主要的華人看物 據美國的總統大選 剩下不到三天時間 從民調數字來看 川普跟賀錦麗的選情 陷入空前激烈 而遠在太平安彼岸的台灣 有百分之四十三點九的人 表示關注 但跟美國選民不一樣 他們關注的是經濟問題 台灣人 最在意的依舊是 台海問題 在更近一部分 基於百分之四十三點九 關注美選的台灣人裡 有百分之六十七 樂見美國對台進行軍事援助 另外根據台灣的大數據引擎 與美選有關的熱搜關鍵字 主要都是晶片兩岸 還有軍事 無論是川普或是賀錦麗的陣營 基本上外交議題 並沒有我們想得這麼重視 至於外交議題裡面 老實說台灣議題的排序 或是所受的重視程度 應該是不如更加白日化的 這個中東衝突 縱使台灣問題順位比較後面 在大選最後關頭 仍然設法打入華人世界 在國安場合 重申認同一中政策 賀錦麗更投書 華人主要刊物 強調華裔美國人 在美國故事裡 扮演關鍵角色 也在軍隊中 光榮服役 推動民權奉獻公職 批評川普 煽動仇視華裔美人 進入仇化移民 來轉移自己的失敗 他的存在對自由是種威脅 前四年前拜登一樣 投書這個世界日報 道理說賀錦麗 應該要在這個 所謂的少數主義 能夠取得他很明顯的 一個領先的優勢 但我們也知道 目前看起來還是有所不足 共同上 華裔會比較支持 民主黨比較高 大概六成 那共和黨大概是四成 川普其實過去曾經講過 像是中國病毒 所以他造成了一些 就是亞洲歧視 或者是仇恨言論 可是川普這邊 在網路上的 華裔美人的力量 還蠻多的 即便華裔美人 在美國總人口 僅佔百分之一 仍具指標性異議 這次大選 其實很多的華裔族群 也在關注 特別是關注到的是 台美中的關係 外交部次長吳志忠 參加了媒體參序 就被質疑到底有沒有失言 說是他提到了台灣政府 非常擔心 美選的不確定性 接下來這則報導 帶您還原當時的真正說法 前共和黨亞太區主席方恩格 所說的對象就是外交部次長吳志忠 因為外媒報導 吳志忠表示台灣對這次美國大選 非常非常擔心 甚至用了worry這個詞 報導中更提到 他說假如川普拋棄台灣 怎麼讓美國再次偉大 worry不是最適合的詞 關注關注是可以的 但是worry我覺得 尤其是美國身為台灣的 最好的朋友 最重要的安全夥伴 特別去針對哪一黨的話 那那一黨的謀士 當然會比較憂慮 會比較緊張一點 吳志忠還原當天原文 他說台灣非常非常擔心 美國大選的不確定性氛圍 但他強調不認為 美國會背叛台灣 因為台美關係堅韌 而且這對話是在與記者團參序 並非接受特定媒體專訪 吳志忠在席間就記者詢問 是否憂心美國大選時表示 我國與各國一樣 關心美國總統大選 同樣和美選有關 也引發討論的還有宮廟活動上 主持人這段發言 在今的總統和下 美國大選關係 此刻正在主持國安會議 這天外飛來一筆引發熱議 總統府回應 國安團隊隨時密切注意 主要國家的正情狀況 但今日總統並未召開 國安高層會議 而立委表示 總統針對美選 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過去也有潛力 美國總統大選可能的結果 台灣必須採取哪些因應的方案 我想作為國家元首 這是賴清德總統的責任 美國大選台灣緊盯 但僅止於關心不與置評 TVB的新聞您用程度提醒 傳媒體台北通報道 其實美國總統大選的結果 也會牽動到全球的震驚局勢 我們來看看股神巴菲特 他旗下的波克夏 海瑟未公佈了財報 說其實集團繼續賣蘋果股票 公司第三季的現金儲備 達到了超過三千億美元 也創下了集團的新紀錄 所以外界推測了 股神巴菲特這一系列的操作 是否開始展開避線 先來看看這一次的這個 財報數據跟第二季末相比 波克夏持續減持蘋果 以及美國銀行的股份 那麼現在波克夏的持倉的股數 已經減少到大約3.14億股 減持的比重達到25%左右 目前波克夏海瑟未持有的 現金規模達到3252億美元 創下史高 所以分析師認為了 囤積現金也顯現出 規避風險的操作心態 現在美國總統大選勝負難料 預計還要再等個幾天才會有結果 金融市場籠罩不確定性 所以投資人持續賣股 以求現金入貸為安 不少投資人持著觀望的態度 也開始選擇買避險基金 根據高盛數據顯示 全球避險基金在美國總統大選前 增加了投資組合當中的股票槓桿 跟過去兩次的選舉週期當中相比 槓桿率都是呈現上升的 所以現在有些投資人也開始關注 沒選的結果 開始來壓寶了 希望能夠借此大撈一筆 但是專家認為 川普與賀錦麗支持的經濟政策 大不相同 這回選情緊繃 要根據白宮接班人進行投資風險 相對是比較高 所以認為在房產部分 兩個人都是推出了利多的政策 可能不論是誰看好 房地產或許在未來幾年 都是橫行看橋 不論共和還是民主黨的總統候選人 說得多天花亂墜 對美國民眾來說 最關心的還是手裡百花花的鈔票 有些投資人 就想趁著每四年一次的政治大秀 進入骨骸當中大撈一筆 但專家說這次恐怕不太容易 選情緊繃 就只能從兩位候選人入主白宮之後的情況 進行預測 如果川普回鍋很多對企業的監管措施 將會踪爆 如果川普回鍋很多對企業的監管措施 如果川普回鍋很多對企業的監管措施 將會踪爆 川普選前也表態 將支持加密貨幣 因此對於相關投資來說 可能會是利多 但川普選前表態 將大幅提高進口關稅 尤其對中將祭出高達60%的進口稅 可能會造成廣泛的影響 與川普上任傳統能源上漲相反 賀錦麗上台 預計將會維持拜登目前的降低通膨法案 將對於川普 賀錦麗在國際貿易上 也比較不會採取強硬的態度 市場認為這將會是一項利多 至於外界擔心賀錦麗選前 一再強調高達28%的企業稅 會造成衝擊 但專家卻抱持樂觀的態度 如果不想二選一 雖然選項有限 但市場研究專家 還是找出不論哪一位當選 都渴望受惠的產業 主要狗是意見 正值得到超市場 整個軍事 但市場攝影響 专家也提醒目前两位总统候选人 都对大型高科技 还有药厂的监管 抱持比较强硬的态度 可能会影响后续的股价表现 但也认为就大盘的走向来看 不论共和还是民主党入主白宫 美股的表现都不会太差 分析师认为投资不应该只关注政策走向 而是需要观察企业的体质还有表现 亚保长期性成长的投资 比预测哪个候选人当选 更容易得到丰厚的获利 区别新闻综合报道 马上带你关心最新的东南亚动态 我们先来看看海面上的危机 这是大陆海警船三度进入 印尼专属经济区遭到驱逐 印尼外交部持续针对南海问题 与大陆和各方沟通 强调对于争议的海域立场保持不变 再来看到泰国政府的数据 泰国政府2024财年的收支结余2.7兆 比起先前预期少了40亿泰铢 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消费税厅以及税务厅 没有完成相关目标 泰国商业部现在有一个想法 发现了有越来越多的企业 利用平台服务与软体连接买家与卖家 所以透过这样一个有效率的管道 也增加接触了许多消费者和业务合作伙伴的机会 好来跟大企业做竞争 再看看泰国的观光 今年倒数已经剩下最后两个月了 发现好多人预定了酒店饭店预定量激增 包括了曼谷以及普吉岛 相当受到旅客的欢迎 现在饭店的预定率已经达到了80% 五星级以及六星级的酒店 喜迎旺季客潮 所以正在加聘人手 聘请临时工来帮忙 我们最后带你看到是粮食危机 联合国粮食机构发出警告 说未来这几个月 有16个吉尔热点地区将会达到致命水平 那当中警示的就是缅甸 以上讯息是由泰国世界日报提供 中东局势我们带人看看 拥有话语权的以色列总理 纳坦雅胡他说了什么话 在昨天他事前往了以离边境视察 他强调对于真主党将会给予坚定的回应 另外一方面也传出了 很可能在两个星期之内 与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 根据伊朗与阿拉伯官员透露 伊朗近期将会对以色列的袭击展开回应 我们进步来看最新的外电画面 这是伊朗的最高领袖哈梅伊 周末公开演说的时候 表示将会做出毁灭性的回应 传出伊朗向盟友表示 将使用更强大的飞弹 以及攻击型的武器 在没选之后反击 时间点推测应该会落在一月份 美国新任总统就职之前 加上先前石油输出国组织 与盟国两度延后增产 所以国际油价在亚洲盘 一早开盘大涨2% 对于伊朗的威胁 尽管传出有可能达成停火协议 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 前往北疆边境访问时 他态度依旧强硬 表示不管有没有达成协议 目标都是让北部地区 恢复和平安全 我们看到这是遭遇百年洪患的西班牙 当地民众非常的不满 说怎么会遇到了这样的洪灾 政府救援不力 所以看到了国王来勘灾 抓起泥巴丢向国王 西班牙国王王后现身灾区 没想到迎接他们的 却是灾民的咒骂声 国王王后被人群团团包围 有抗议民众拿起宝特瓶泥土狂砸 维安人员赶紧举起双手 护架场面激进虚控 西班牙国王停下脚步 倾听灾民心声 后方抗议声却越来越大 而走在后方的西班牙王后 更被拍到忍不住室内 有灾民见状上前给予拥抱 西班牙瓦伦西亚洪灾 超过两百人丧命 政府事前毫无预警激起民怨 前来勘灾的西班牙国王和王后 因此成了剑靶 总理谴责暴力之余 喊话国民 政府会尽力协助并做出改善 您的感受也是跟这份的排行相比 有类似的感觉吗 这是权威的财经杂志 富比市公布 今年最富裕国家排行 其实我们台湾排在第十四名 赢过了日本以及南韩 但是针对于民众的感受 是否有点落差 嗨 你赌份报 社工来泰是八十三岁的卢阿公 最近他的鼻子做了小手术 社工关心阿公的身体状况 先帮他量血压 你平常是血压应该没问题吗 没有 没有吗 你有头龙还是没尽快吗 没有吗 比较少 比较少吗 社工叮咛卢阿公不舒服 要尽快就医陪他说说话 带来物资关心他的生活 卢阿公是独居长辈领低收补助 住在木板铁皮搭建的平房中 空间很小 墙壁上了不少潮湿发霉的痕迹 因为没有浴室 阿公得走到公园上厕所和洗澡 一遇到大雨 河大就没得倒掉了 河大就冷就冷就不冷了 如果不冷就冷水冷水也可以 卢阿公说他习惯洗冷水澡了 不管天气多冷都是 而问阿公当觉得孤单时 在想什么 要睡就重来睡 要出去就要出去 独居长辈相当需要人关心 台湾2025年就是超高龄社会 也就是每五个人就有一个是老人 而根据内政部最新数据 2023年全台加户数是924万户 当中一人户有332万户 占比达35.9%是最大宗 数据创新高 因为我们照顾的是失能10至11的长辈 那其中比例最高其实是11 所以独居应该是台湾未来 尤其在2025年迈入高龄化社会 超高龄化社会之后 我觉得最大的问题 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独居的比例 确实感觉也在攀升当中 那其中独居里面又失能的 也在一定的比例当中在成长 社会上很多角落需要我们好好关注 贫富差距让一个国家 如同两个世界 最近财经杂志复比市 公布2024年最富裕国家排名 他们根据国际货币基金 估算的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毛额 在依各国物价计算经购买力 评价调整后的人均GDP来做排名 最富裕国家是卢森堡 人均GDP高达14万多美元 大约新台币463万元 第二名澳门 第三名是爱尔兰 第四名新加坡 第五名卡达 台湾以7万6千多美元 约台币248万元 排名全球第14 还超越日本 韩国 中国大陆 香港等等 因为GDP是用来衡量一个国家 国力的普世标准 而人均GDP一般用来是衡量 这个国家的富裕水准 但是如果说把人均GDP 又用购买力平价指数来换算的话 它其实计算的是某一个地区的购买力 所以说把它换算成购买力平价指数 就PPP之后再做成国际比较 其实那个意义就不大 我现在用一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这个年薪 如果说达到比如说在五万美金 那可能在某一些特定的国家 它是算非常的富裕 但是如果说到美国的话 它可能是在中产阶级以下 学者认为这个排名难以凸显一个国家 真正的富裕程度和影响力 而台湾面临的是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 台湾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 那最主要的原因就是说 我们台湾经济成长最主要引前是出口 而出口又将近六成是高科技产业 那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台湾经济表现 虽然是不错 靠这些高科技的出口在拉抬 可是其他的从业人员 就是说不是从事于这个高科技的 其他的传产或是服务业的 这些从业人员 他肯定就没有这么相对这么高的收入 非科技业以外的众多产业 不少都被诟病是常年低薪或薪资停滞不前 难以应付通膨的速度 让民众相对剥夺感越来越强烈 再加上移去不回头的房价 很多年轻人越来越绝望 政府必须要想办法解决 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拉抬台湾薪资 给大家一个希望 TVBS新闻李皇榮 王一杰台湾不到 镜头转到人口超过14亿的印度 当地是具备有人口红利的浅势 那么也吸引了大型企业前往淘金 内需市场潜力大 政局也稳定 所以带您看到这是南韩现代汽车 将印度视为替代大陆的新基地 事业版图希望从印度扩大到其他新型市场 南韩现代汽车的印度法人 10月22号进行首次公开募股IPO 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一轩亲自到场 进行敲钟仪式 这是现代汽车海外子公司的第一次上市 具有指标新意义 现在汽车自1996年进军印度市场 透过持续的在地化和多元的社会参与活动 在印度的汽车市占率超过14%上升到第二位 这次上市融资额达到33亿美元 是印度市场史上最大规模 现在汽车计划明年1月在印度推出当地制造的第一款电动车 由2015年在印度上市累计销量超过111万辆的 CRETA为基础制造 CRETA EV由印度的现代汽车研发中心 和南韩南洋研究所开发团队合作 以印度人的偏好需求量身打造 以2023年为基准 印度电动车年销量只有9万辆 虽然目前还是个小市场 但未来可望快速增长 印度政府的目标是到2030年为止 电动车在整体汽车销量比重扩大到30% 印度是继中国和美国之后的第三大汽车市场 现代汽车计划将印度培养成战略出口中心 将汽车事业扩大到中东非洲 以及中南美洲等新兴市场 印度人口超过14亿 其中青年族群的比例高 有人口红利 内需市场增长潜力大 加上政局稳定 不少南韩企业都把印度市场 作为代替中国市场的方案 南韩有序电子也考虑让印度子公司 趁着印度股市热潮在当地IPO上市 帮助达成2030年前 电子部门营收达到750亿美元的目标 美中竞争全球供应链重组 选择印度替代中国的跨国企业将继续增加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台湾的Fridays餐厅正常营运 但是美国总部已经正式申请破产 美国知名收嫌连锁餐厅TGI Fridays 星期五美式餐厅周六抛出震撼蛋 向德州法院申请破产保护 受到新冠疫情影响 Fridays面临财务困境 向法院递交的文件中 显示餐厅的资产和负债两者都介于1亿到5亿美元间 相当于台币31.9亿到159亿 无法再经营下去 1965年成立的Fridays开幕就造成不小轰动 但随着近年来 美国中产阶级面临通膨压力 消费者花钱越来越谨慎 在外食的选择上更加挑剔 让这家拥有近60年历史的连锁餐厅陷入财务困境 受破产申请影响的Fridays母公司 拥有的39家餐厅 公司执行董事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 这次重组让餐厅能以优化的公司基础设施继续前进 母公司已获得融资 在破产程序期间 所有39家餐厅都将照常营业 而针对美国Fridays破产的消息 台湾代理商开展餐饮集团日前曾公开声明表示 海湾饭店营运皆是独立运作 台湾的Fridays营业状况一切正常 不受影响 明年还有展店计划 提别新闻走吧 三百年历史的旅馆白景屋如何从旧搬出新 地板的马赛克瓷砖 墙上的黄铜水龙头 整间浴室给人日本公共澡堂的怀旧氛围 这里是位于群马县前桥市的白景屋饭店 九坪大的客房 有简约家具和群马在地艺术家的现代作品 将新旧元素巧妙融合 这是白景屋饭店最大的特色 出生群马前桥的田中人 在2014年 买下江户时代就存在 全年久失修的白景屋 并花了六年半的时间 在保留原有建筑的架构下 重新整建 让拥有三百多年历史的白景屋 有了新生命 把有三百年历史的旅馆 打造成现代的饭店 在把群马的乡土料理 融合进法式料理当中 群马的白景屋饭店 正以新旧融合的方式 展现新面貌 新生的白景屋 标榜新旧融合 在他们的法式餐厅里 也能看见 餐厅主厨片山Kilo 留着帅气的二分驱头 他正用法式料理的技法 还原群马独特的乡土料理 炖煮乌龙面 本来は平内のうどん とお野菜の煮込みうどんです それを使っている食材をそのままに 仕立てを変えて リメイクした料理です 偏山说 这道料理运用的食材 除了橄榄油以外 全都来自群马在地 群马豐富的农作物 给了片山无限的创意空间 光是这道炖煮乌龙面 就已经推出十种不同食材 创作的版本 从新旧融合的客房 到东西合璧的饮食 21世纪的新创理念 正给予18世纪就存在的白景屋 全新生命 TVBS新闻 在日本群马县的采访报道 所以减信用卡 也是信用评分扣分的NG行为 我现在主要是用这张 因为现在到国外刷卡 会不会有手续费 那这样的回馈比较高 所以扣掉手续费 我还可以有点回馈回来 平常出国旅游Joyce 都会仔细研究信用卡的优惠 再加上现在行动支付很方便 出门几乎都靠信用卡 很少带现金 我现在都是刷卡 我基本上不带现金在身上 就买东西的时候 其实像饮料店 都可以刷卡 那或者是在网络平台的话 有些可能买比较大的东西 然后又有购物节什么的 所以就是会买很多 就是比较大贵重点的东西的话 就都会用刷卡 我会记账 就是我刷完之后 我会记在我的记事本 然后会大概知道说 这个月刷多少钱这样子 为了避免卡刷太多 都会每天记账 每个月的卡费也都如期缴清 避免影响自己的信用评分 我没有没缴清过 我基本上都是一次缴清 我也没有分歧过 因为我知道就是如果说 好像没缴清 那或者是分歧的话 有时候会对信用评分 有点差这样子 加上我之后 也可能会需要有贷款的需求 那信用评分对来讲 是蛮重要 一般来说 有两次的持交卡费记录 或是平凡申贷 以及信用卡 都是信用评分的扣分项目 如果再加上 有信用卡的循环利息 都会让信用评分往下降 而一旦影响到信用评分 将会影响未来 自己房贷车贷申请 我们很多人都会认为 我们的账单 只要有权额缴清 是不是就可以刷卡金额 越高越好 但其实啊 信用卡的额度使用率 在信用评分里面的 负债类资料 是一个很重要的评分项目 那其实信用额度 其实代表的就是 银行对你的风险评估 所以如果你每一期 都把它刷满的话 其实代表你的风险 是比较高的 有可能会被银行解读 是你有点过度消费 所以会建议你应该要去 把你的信用卡的额度提升 不只要如期缴清 还有额度使用都得注意 而且这一项预介功能 千万不能用 就是第一个 你一定不要去刷满 你的信用卡的额度 更不能刷爆 然后再来就是 你的账单一定要准时 而且全额的绞青 不要只叫最低或是部分 而且最好是绝对 不要去动用到预介现金 会影响到自己信用评分的因素 有很多像是卡费持交之外 现在各家银行每一年 都会推出各种不同的优惠 民众可能会去申办 不过如果随意减卡的话 也可能会影响到 自己的信用评分 银行常常推出 省卡优惠来吸引民众办卡 不过要申办也得想清楚 因为一旦办卡 没有使用超过一年 就减卡 也是影响评分之一 你有没有频繁的 去做减卡这个动作 那是不是代表说 你的信用上可能会有问题 所以你才会大动作的去 短时间内做清卡的动作 比如说你用了一年 它的权益变烂了 你把它剪掉 我觉得这完全是 合情合理的范围 但是比较说 你办了三个月 马上就剪掉 如果你剪的那张卡 刚好是你的使用时间 是比较长的那张卡的话 那你的信用长度 就会被缩短 这样子也会影响到 你的信用评分 对 那其实这两个项目 虽然不是我们在 信用评分当中 很重要很重要的项目 但是一般呢 我们还是会比较建议民众 是要保留你的额度最高 以及使用时间最长的卡片 专家指出 信用评分大约是 每三个月会更新一次 而连针助记的时间长短不一 如果曾经有延迟缴卡费 或是有循环利息 要养回信用评分 也得至少三到六个月 你就是从下一个月开始呢 都全额缴清 那大概半年以后呢 你的信用评分的数字 就会上去了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信用评分不太好看 比较低的 请你就是等个半年 或者一年之后 你再去申请 我们信用评分的揭露期 是有一段时间的 它不是说你今天 要把你的卡在清藏之后 你的信用评分就可以马上提高 它需要一段时间 那关于就是一些 不良记录的揭露期的长短 比较轻微的可能会是 三到六个月 那如果是很严重的话呢 可能会需要是十年的时间 越来越多民众 现在都仰赖信用卡消费 但刷卡常常会不自觉多消费 得注意每个月控管好预算 分配收入 避免自己成为银行信贷的黑名单 TVB新闻 余星海刘俊台北采访 大陆太空人今天返回地球 撞下哪些新记录 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 神舟18号太空船返回舱 绕行地球7.5个小时后 进入大气层 11月4号凌晨1点24分 返回内蒙古东风着陆场 包括搜救车通讯车 以及五架直升机 医疗专机等搜救回收分队 第一时间抵达现场 洞上航连员已出舱 返回舱舱门打开后 身穿蓝衣的医疗人员上前 确认太空人身体情况 首先出舱的指令长叶光复 成为大陆第一位 累计飞行时长超过一年的太空人 神舟18号4月25号发射升空 在太空驻留192天 刷新大陆太空人太空出差 最长时间记录 期间两次出舱活动 也破了大陆太空人 单次出舱活动时间记录 从太空家园返回地球家园 既有回家的兴奋和开心 两次出舱活动 可以说是一气呵成 载轨科研试验 进展的也非常顺利 神舟18号这趟太空之旅 肩负多项任务 包括得在太空养鱼 进行骨质疏松防护技术实验 严守协调运动能力测试等 上百样科学实验 为大陆探索太空的历程 写下重要里程碑 TVBS新闻程序 林敏珍 综合报导 香港天王刘德华跟粉丝 有一个最新的约定 戴着墨镜在中心音乐结合下 磅礴登场天王刘德华 小巨蛋演出来到最终场 粤语经典连发展现唱功 俏皮又有活力 三度公蛋瓦仔感性说 不知道下次何时来 可能明年但也不可能又获释后年 只盼现在好好听大家 说着爱她 刘德华 见到歌迷应援也忍不住泪崩 告白喊话只要大家愿意 就会继续唱 受到台风影响 这回挑战五十一小时连唱四场 瓦仔体力实力惊人 替演唱会画下完美句点 也给歌迷最珍贵回忆 TVBS新闻林郁正宏廷泰报道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新闻安排 请锁定稍后focus世界新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